2015年5月《嘎那》电影节上,范冰冰身穿一席花仙子裙装引发无数赞叹,号称娱乐圈纪检委的王思聪却逆流而上,发微博公然讽刺某兵某语是坦兴,没演技,靠炒作。 前辈李冰冰愧然不动,范冰冰则对号入座,气得跳脚,回击道,你找你的爸,我干我的活。 王思聪也不和他客气,回呛道,干你的金宝学棋佳印,一句话带出传闻中和范冰冰暧昧不清的港圈大佬洪金宝,内地老戏骨王学棋,以及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佳印。 风光十几载,内鱼一姐背后到底是谁在撑腰? 这里是咸鱼记,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踩在男人肩上的范爷范冰冰。 1981年,范冰冰出生在山东青岛,父母都是文艺工作者,她从小成绩不好,只想做演员。 每次成绩差被妈妈打,她都会下意识地护着脸,毕竟将来要靠脸吃饭。 1996年,范冰冰和初恋小男友被父母棒打鸳鸯,谁知失恋伤心之际,她和父亲又遭遇了一场车祸。 危险发生的一瞬间,范冰冰的第一反应还是护着脸,结果左腿骨断了,休养期间错过了中考。 痊愈之后,她前往上海谢敬影视艺术学院学习表演。 入学仅半年,范冰冰就因为长得漂亮,在电视剧《女强人剧组跑龙套》时,被刘雪华从人堆里拎了出来。 之后,刘雪华将她推荐给了自己的闺蜜,琼瑶。 就这样,16岁的范冰冰出现在电视剧《还珠格格》中,只是前有赵薇,后有林心如,做一个演丫鬟的配角,没有挣得多少名气。 范冰冰可不是忍气吞声的人。 1999年,她在与琼瑶八年合约未到期的情况下提出了解约。 琼瑶怒不可遏,认为她是在过河拆桥。 于是将范冰冰告上法庭,索赔100万元违约金。 17岁的范冰冰,哪里有这么多钱? 这个时候,有位叫贾云的金牌制作人,非常看好她的未来,主动来帮她打官司。 最终,范冰冰以20万的代价脱身,琼瑶公开放话,在我眼里,范冰冰永远是个丫鬟。 但接下来,范冰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她的命运绝不止步于丫鬟。 同年,她和贾云签下了三年五部戏的合约,主演的《青春出动》《乱世飘频》等电视剧反响平平,倒是贾云为她一掷千斤的高调力捧,让两人闹了沸沸扬扬的绯闻,范冰冰因此名气大增。 这让有着内地第一经纪人支撑的王金花发现了她的潜力。 王金花于1991年涉足经济行业,李冰冰、任全、胡军等艺人都是惊她戴红。 2000年,王金花的经纪公司被华裔兄弟收购,她任职华裔兄弟总经理,范冰冰跟着她进了华裔。 第二年,华裔跟洪金宝合作电视剧《特警飞龙》将进军港圈的跳板送到了范冰冰面前。 自从认识了洪金宝,范冰冰接连参演了很多港片,和古天乐、张伯芝搭档的《河东诗后》,和蔡卓妍、郑一剑主演的《千鸡变》,还有和谢霆锋搭档的《情殿大圣》。 作为港星,洪金宝早已熟知炒作套路,让刚入行的儿子洪天照和范冰冰炒绯闻。 谁知两人第一次见面,范冰冰要她爸洪金宝的电话。 一时间,关于两人分文的通稿铺天盖地。 有媒体爆出,洪金宝为范冰冰买豪宅,连和范冰冰相差19岁的弟弟都被怀疑成她和洪金宝的私生子。 甚至洪金宝带着妻子高丽红出席活动时,记者都直接问她,你是范冰冰的干爹吗? 洪金宝当场发飙回怼,什么?范冰冰是你干爹?然后愤然离开。 不过在接受鲁豫采访时,洪金宝承认她的确送给范冰冰一套豪宅,可自己从没去过因为她不是随便的人。 彼时冯小刚的新电影《手机》中,恰好有个叫五月的小三角色,她觉得范冰冰来演正合适。 在王金花的吉利劝说下,范冰冰出演了手机,借此成为百花奖影后中的第一个80后,可随之而来的是一波未评一波又起的负面传闻。 2004年初,重庆一家报纸就发布了一篇题为知名电影人披露,范姓女演员涉黄成兴的报道。 文中爆料称,圈中尚未成年便出道的F姓女演员主动给每部戏的导演投怀送报,因此得到成名。 很多看过报道的人都推测这个女明星就是16岁出演还珠格格的范冰冰。 风波之中,范冰冰告诉父母,以后这样的谣言只会越来越多,你和爸爸别再上网了。 2005年,范冰冰与王学斌在三亚度假时被狗仔偷拍,恋情曝光。 然而,这个正盘男友并没有阻挡一场舆论的狂风暴雨。 2006年3月,《天涯论坛》突然出现一个帖子,名为《我所知道的范冰冰涉黄成名的事实》。 发帖人自称是国内二线艺人,言之凿凿地披露了范冰冰被包养,遗夜情,怀孕流产,整容等内幕,还罗列了范冰冰背后的男人。 贾云,恒大集团老总许家印,洪金宝,以及华裔兄弟王中军和王中磊。 2005年,王金花离开华裔时带走了很多艺人,可身为她干女儿的范冰冰却选择留下。 当时就有关于她和王中磊的流言蜚语,还传出两人的亲密合影。 这篇文章影响力极大,范冰冰不得不深究。 根据发帖人的IP地址和注册信息,她的团队最终在陕西西安一个小县城里找到了发帖者,居然是两名初二的学生。 他们表示,委托发帖的是一个从网上认识的演员姐姐,人在北京。 最终,两个学生发布了道歉戏。 紧接着,范冰冰针对文章中关于自己整容的说法,前往医院做全面坚定,例证自己没有整容。 这也为后来养颖辟谣整容提供了思路。 可事情还没完,7月开始,范冰冰几乎每月一个新的负面爆料。 收钱假唱,赔税富豪两天一夜,更改籍贯,数点忘足,酒会被摸大腿,拒绝慈善活动,将刘护兰说成是抗日英雄。 一连串的黑料朝朝致命,但范冰冰硬生生挺了过来,还说出,受得起多少赞美就惊得起多少诋毁,成为风靡网络的流行语。 不过,王学斌的父母可不管那么多,坚决反对儿子和这样的女人交往,两人最终分道扬镳。 2007年,两人在电影《命运呼叫转移》再度合作,首次对外界回应恋情一事。 王学斌说,她太漂亮了,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范冰冰则说,如果她以后有什么事,我一定是第一个伸手帮她的人。 后来王学斌真的出事了,在2015年因熔流他人吸毒被警方拘捕,前途堪忧,只是不知范冰冰有没有信守承诺。 2007年2月,范冰冰主演的电影《苹果》入围柏林电影节金雄奖,她第一次在国际影坛亮相走上红毯。 同年6月,她约满离开华裔,身边出现了一位新的经纪人,穆小光。 穆小光是上海著名151会所老板,台湾娱乐圈幕后推手,两人共同成立了范冰冰工作室,还招来王金花的高徒杨天真的加入。 此后,范冰冰开始频繁出演《中影集团》和《英皇》制作的电影,并以西装加胡子的范冶形象,高喊出《我不嫁豪门,我就是豪门》的金句,成功从各类丑闻中脱身,稳居一线女艺人的宝座。 2009年拍摄电影《新素事件》时,尔东生评价范冰说,她这个人电影外的心思太多了。 的确,在外界看来,范冰冰捧回各项大奖的新闻,远不如当初一身龙袍登上嘎那红毯来得声势浩大。 她完全抛下了同时代追求各种影视大奖的花旦们,靠各种吸睛的造型狂发通稿,将自己的红,铺满网络的每一个死角,稳稳霸占一姐的江湖地位。 2015年5月,《嘎那》电影节上,范冰冰一席花仙子群装引发一片赞叹,却被娱乐圈纪检委王思聪公开嘲讽式谈心, 又牵扯出了和她有陈年绯闻的港圈大佬洪金宝和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嘉义,以及内地老戏谷王学奇。 两人相识于2010年合作拍摄电影《卖田》的时候,自此王学奇在没有和范冰冰工作签约的情况下,将作品宣传工作交给了对方, 两人还接连合作了《十月围城》、《日照重庆》、《赵氏孤儿》等电影。 利益相关的宣传大权,没有合同约束就能放心交给无亲无故的同行,这事实在不正常。 2010年《赵氏孤儿》上映,相差35岁的两人,被一篇匿名爆料帖引燃了绯闻,一张发布会上亲密牵手的照片,更是为此添了把火。 网络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传闻,有人说他们已经同居,有人说他们已经秘密结婚。 就在众说纷纭的时候,王学奇以聚少离多经常吵架为由,与结发40年的妻子孙昌宁离婚。 而范冰冰此前曾说,我觉得不是所有的女孩子都能接受成为第三者,能接受的女孩子挺了不起,挺伟大的。 这一言论让两人的关系更加扑朔迷离。 与此同时,范冰冰和经纪人穆小光的绯闻也没断过。 2007年7月21日,范冰冰、黄晓明等当红明星被东方卫视《加油好男儿》请来当评委,穆小光也出现在节目录制现场。 这是她第一次在大陆的公众场合露面,有记者拍下了穆小光的照片,穆小光生气地要求记者把照片删除,并将硬盘格式化。 记者不肯,她一气之下摔坏了记者的电脑。 2008年,有传闻指穆小光除了为范冰冰的事物尽心尽力外,还通过网络在月老祠给她结童心锁,又在剧组为她炮制爱心鸡蛋,但范冰冰一直否认这段情。 2009年,在出席《十月围城》宣传时,范冰冰突然一改口风说,你以为我没有男朋友,或许我心中已经有了呢? 直到2014年,范冰冰在拍摄《五妹娘传奇》时,传出和普巴甲恋爱的消息,这段持续了长达近十年的绯闻,才戛然而止。 不过,两人出席活动时的状态还是和从前一样,永远牵着手,就连范冰冰和李承公开恋情后也不例外。 走在范冰冰和穆小光这个大佬身后的李承,看上去更像个小跟班。 不过,情史丰富的李承,哄女孩儿很有一套,即便是怨人无数的范冰,也能被她哄得死心塌地。 在力挺范冰冰怒斥前任张欣宇的风波之后,李承被范冰冰视作了最后的归宿。 她在做客综艺《康熙来了》时,直言李承是她最后一任男友。 可节目上,李承被问到是否会娶范冰冰时,眼神却是闪烁不定,还用喝酒掩饰慌乱。 毕竟除了总是出现在她面前的穆小光,范冰冰还有太多的过去。 2018年5月底,范冰冰用阴阳合同偷税漏税被揭发,一夜之间背上8.84亿人民币的巨额罚款。 8.84亿是什么概念呢? 一个人从现在开始什么都不干,每天必须花购1万元,这笔钱可以花242年,累计8代人。 一开始李承也说,甭管多难,一起扛过去。 还有人爆料,她为范冰冰卖掉了北京一个价值两个多亿的四合院。 但不久后,两人分手的消息还是来了。 2017年9月16日,范冰冰在36岁生日当天,凭借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拿到金鸡奖影后。 站在领奖台上,她对台下的男友李承说, 我不要天上的星星,我只要城市的幸福。 那天,李承为范冰冰准备了一场浪漫而隆重的求婚仪式, 两人将婚期定在了2018年6月。 然而,时间在2018年5月,戛然而止,范冰冰终究没得到城市的幸福。 这里是闲鱼记,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